Hello 大家好 我是Mei 我是KiKi KiKi是Mei 隨意去飛 我們現在身處在八神山地 先說說要怎樣來的 多數有兩種不同的方法 雨田機場會有ANA內陸機 直搭附近的大館能代機場 另外一種就是搭JR 而今集會住兩間的溫泉旅館 以及去附近的景點 八神山地 位於青森和秋田一大日 亦在1993年12月被評為世界自然遺產 是日本最初的世界遺產之一 有很豐富的自然資源 這邊的水源很清澈 土壤很肥沃 它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大的原生珊瑚巨森林 大家一定記得 CAS Connect 和China 生物空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 Channel 開賣鐘祭場才看 Go 今次我們受到Albion邀請 就來看看他們的研究所 Albion 是日本高級護膚品品牌 由1956年在銀座成立 Albion 在八神山地設立了 他們自己的有機農地研究所 和釀酒廠 而我們今天有特別許可 可以參觀Albion 八神研究所 現在Albion 的農地獲得JAS有機認證 建立合格農田擁有者公司 自己栽培植物利用植物生物技術進行研究 生產獨家的高效成分 還應用在品牌的化妝品和護膚品上 A few moments later 看到我們現在都換了一生的員工制服 上就好像在日本working holiday JAS的認證在農地 就不能使用任何農藥和化學除草劑 確保農地不會受到污染 不同的季節都會種植不同的植物 現在九月當做的就是回鄉和欣賢 這個是我的老闆 Master 我來 好像Ponkey田剪頭髮 很慘 是太貪心了 我怕我的上司不滿意我的工作 OK OK 想不到我提早我的退休生活 就是龜隱農田 這個就是我做的了 下面的勁全部都不要 它只要上面這些東西 上面這些它就會用來做化妝品的原材料 這樣就剪完一個了 我們去完農地之後 下一站就來到清水袋研究洞 我們剛才就在農地拿了一系列的植物 就會來這裡進行植物加工 例如清洗又或者天然風乾 還會在這裡用上最新設備研究 進去看看 這些就是剛剛做了一個陰塵糊 首先我拿一些出來 然後我現在就洗它 我站到不見你洗碗了 你又很喜歡洗碗的 來,在這裡 好,這個就是清洗的步驟 先放在這裡 放到兩天去除了一些水分 然後就會繼續去旁邊的房間 自然風乾 這個自然風乾是一至兩個星期 裡面還有其他的植物 還有我身後這一款這麼漂亮的花 它就是這裡獨家培植的 牡丹品種叫做蒙才花 每年六月才會開花一次 非常之珍貴 而它的花瓣還含有高濃度的活性護膚成分 還會應用在Albion最新產品 Archifuture Tea上面 這個還有心形 對呀 下一站就來到我身後的米田研究棟 看到它的名字上面寫著保育員 因為它的前身就是幼兒園 Albion的員工很多都是當地居民 他們為當地都創造了很多就業的機會 我們就進去看看Albion科研的地方 我們現在進來實驗室 所以就穿上一件Lap Coat Biodaimu Mishikog Supashilayo 因為這裡也是Albion科研的地方 我們先看看 他們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科研要做 他們今次在做的就是 關於如何提取這些植物的細胞 令它可以量產化 下一間就是無菌培養室 它會令到這裡的植物好像模擬有陽光 有16個小時就會有燈射著 8個小時就完全關燈 Albion就是第一個複製這種植物 所以我不可以讀你科 FINISH 9 現在可以嗎 加油阿Mai 崩潰 雪白 你不必吃個雪白 你不必吃個雪白 Kuraya 雪光 喔 雪光 我的一小步 人類一大步 喔 成功的滋味真的很困難 Kame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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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跟先生並排是我的榮幸 Albion在八神山地培植了不同的植物 當中都包括葡萄 葡萄除了用化妝品的成分之外 還會拿來釀製葡萄酒 我們現在的後面就是Albion的釀酒廠 出產當地限定的八神葡萄酒 因為葡萄這件事他們做化妝品 多數都是會用葡萄紙 而不是用葡萄的果肉 所以他們就會物盡其用 用果肉釀製這裏的紅酒 我也很期待來這裏 是你的天堂 這裏要層次一點 對 我們現在已經回到酒店了 在浸溫泉之前 想跟大家說說Albion的首創鮮雨喉水護膚理念 一共有四部曲 洗完臉之後 馬上用這次想重點介紹的 Arcafuture Tea 是一款機底液 用上古樸阿蘇果油 沖繩山葡萄葉 而這次升級版 是加了最新的夢才花精華 我們剛才有見過它 還有升級膠速納米粒子技術 有高度滲透力 可以迅速導達細胞 可以迅速修復肌膚的受損細胞 是有明顯的護膚功效 它反而是會用上去挺爽 就算男生用 都不會覺得很黏痴痴 很不習慣 而我最喜歡就是用完之後 它可以跟其他的護膚品 迅速地融合 它不會加重之後 護膚步驟皮膚的負擔 塗上去不黏黏 而且很保濕 夏天在香港這麼潮濕的環境 用起來是很清爽的 Step 2 就是油膚 用上有活性成分的OSK9 和我最喜歡的紅酒 紅酒酵母精華 Infinance 僅致滲透於S 接著到Step 3 整肌 就一定要用Albion的黃牌健康水 Skincon 有齊六大的護膚功效 可以穩定肌膚 保持健康光澤 之後到Step 4 護膚 用Infinance 僅致精華液S 同樣都是有活性成分 OSK9 可以促進膠原蛋白的真身 令到面部的輪廓更加明顯 那趕完護膚之後 就立即做了這間房間的room tour 今天我們都會去枕溫泉 我想是一個中小型的溫泉旅館 又不是很大的 但又未去到最小 可能都十間房 我們覺得這間 其實都真的不錯 看我們這間房子 非常之大 真的很多謝Albion 我們去完這間之後 我們明天都會去 北路不四溫泉的溫泉旅館 它有私人風呂得黎 亦都是睡床的 價錢來說 五萬日圓 兩個人是非常之划 兩個人 一泡兩食 就這樣看的話 它的尺寸是超過一千尺 它也有其他的客房 這間可以說是 這間酒店是最高級的一間 我們先走上去 如果以一些偏遠的溫泉旅館來說 這間是很新的 這邊是乾濕分離的廁所 廁所就是這邊 它的面致廁所也挺高級的 旁邊也有很多按鈕 這邊就是浴室 它也有不同的窗簾 上面這些位置也有窗簾 然後旁邊就是洗手盆 這邊就是私人風呂 大家都看到它是非常新的裝修 我想整個浸會浸到這個位置 大概 但不是露天風呂 但你看到這樣的環境 就知道這間其實也挺高級的 看完浴室之後 就出來這邊 就是大廳位 它也有分飯廳和客廳 這個客廳很大 可以完全攤開我們所有的行李箱 還有人 Kiki可以躺在這裡 那客廳 這邊飯廳 對著電視 圓桌 兩張椅 客廳就是一張L型沙發 有茶几仔 超級長的長桌 這個已經不是mini bar 好像一個pantry 那上面呢 有一部咖啡機 有些特別的capsule 熱水壺 八神山水 下面有杯櫃 都有雪櫃 那這邊呢 其實是有個拓門的 其實房間呢 都不會受到光線所影響 那在我pantry仔旁邊 這一個 是一個衣櫃 裡面也有浴衣的外套 可以完整地藏起來 啊 Rohakichi 以溫泉旅館來說 這個就傾向洋式房 因為這兩張都是床 最搞笑的是 我從來沒試過 和炭一起睡覺 這是一個真實的炭 好像裝飾一樣 放在這裡 可能吸濕吧 除臭 哈哈哈哈 哇 你要看到啊 蟲入開 軟 痣 肯定是說 一開了的話 超級多蟲會飛進來 千萬不要開 麻煩你 夏天的溫泉旅館 真的不要開窗 那我們入了黑之後才來到 明天早上的畫面 給大家看看外面的環境 順便一提 其實這裡是一個 非常細的一個鄉村 在日本來說 可以說是鄉下 所謂的 據我們所知 這裡是只有一間超級市場 而且是完全沒有便利店 我們平時去日本的地方 通常叫什麼市 什麼縣 這裡面大概住了 2,000多人 事不宜遲 我現在真的超級肚餓 我們馬上去吃晚餐 我們一貫以往 是溫泉旅館的做法 最後一次 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些溫泉旅館的好 和 why 第三天 世界的 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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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天 四天 眼中的僕達也誓誓得到的 大家早晨 我們已經check out了 今天天氣超級差 和昨天是天同地比 因為我們講車的關係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不老不死溫泉 我們先覺得我們昨晚住的溫泉旅館是怎樣的 首先說了房間 我們住下去都覺得很舒服 床是好好睡的 一睡下去就立即睡著了 其他設備都非常非常好 不過大家就要留意 因為這間酒店很多房間是做了翻新的 我們這間是做了翻新的 我也挺建議預訂這間房間 因為它的價錢來說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而且如果要預訂其他房間的話 要留意它是不是有翻新過 大家可以上他們的官網看 我們這間溫泉旅館有一個很特別的名字 叫做健康保養館 完全可以在它的大浴場溫泉體驗出來 進去都是男女湯分開 它整個裝修或設備都是舊式的 就像香港舊式的泳池 有很多磚的 它那些磚是會看到有些磨蝕了的痕跡 就是你踩進去的時候其實是有少少滑的 所以大家如果進去的話真的要小心一點 而且你會看到它的裝環當然是超和風 如果大家有看到鬼怒村溫泉 廢墟那一集的話是有歷史的酒店裝修的感覺 但它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每個池都是不同特色的 有一個是讓你走的 那下面就類似有些石槌 可以讓你按摩一下腳 有一個很大的水柱 衝擊你的身體 那就比較舒服一些 還有那些溫泉泉水來的 比較上感覺是再養生一些 另外也有些普通的溫泉池 按摩池 按摩池 按摩浴 這個風呂其實有兩個池 不過都是很小的 一個溫度是低一點 一個溫度是高一點 那可能你每個池玩五分鐘 那已經半個小時了 它露天風呂 就只是看到上面的天空而已 比起我們之前去過的鬼怒村 和河厚湖的溫泉 其實這兩款都是無色無味透明的 就是我們這次浸的這一間 它的溫泉泉池我覺得是比較舒服一些 它是有少少滑滑的浸泉的感覺 我覺得我們那個私人風呂的溫泉 應該都是溫泉泉水來的 其實這間酒店是有室內泳池 也挺大的 但是可以看到裡面接近沒有開燈的 我們吃了早餐晚餐一搏兩吃 那晚餐來講都是溫泉料理 有壽司 植物 刺身 植魚 鍋物 炸物 和外面溫泉旅館的款式都很接近 我想應該是和牛壽司 挺特別的 而且這一間 其實它的價位是比較低 比較便宜 就算我們一間這麼大的套房 它都是五萬日圓都不用 我覺得已經是那些質素 已經比我們期望是為之高 我覺得裡面 天婦羅炸物是挺好吃的 因為現在是無花果的季節 它也有一個是炸無花果 很特別 一咬下去是爆了汁 這個好吃 很特別的地方是 寶庸是來自Albion 葡萄園旁邊的寶庸 每一間溫泉旅館都盡量用回當地的食材 它們的特色來的 其實我們今次吃的Walmart是豬肉 它羊肉其實比較出名 但是因為不吃羊的關係 我覺得整餐 以這個價位來說 我覺得已經很不錯了 然後再說招食 招食比較簡單 它是和洋風 既有一些植物 或者是蛋煙肉 它是比較基本 比起其他溫泉旅館 我覺得它的款式更加少 還有最後 都要說一說 怎樣可以過來這間酒店 其實我們因為Albion的關係 它有車角 我們就過去了 如果大家要過去 我建議大家自駕遊是最方便的 因為這間酒店的位置 你搭JR的話 都挺入下的 它其實在秋田和青森的中間 它的位置是挺不方便的 搭JR站就可以搭二井站 可以叫溫泉旅館 叫Shuttle過去的 這個是如果不是自駕遊的話 最好的方法 我們之後就開始趕車之路了 來到不路不死 那說一下怎樣過來這裡 我們就是搭JR過來的 我們這次是買21天的Greencast的JR Pass 我們現在是9月尾 即是在加價之前 我們就去完這個旅程 大家密切留意一下之後幾集 我們先說一下主題 我們就是搭JR 搭到Vspar春山 這個站已經有專車會送我們 過來這間酒店 我們非常之好 而且自己走過去大概要走40分鐘 所以建議大家直接搭去Shuttle 這樣就比較好 而且我們也沒有特別預約 其實它就純粹在那個站外面 就已經有得搭了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的 一站非常之好 其實我們現在身後 就已經是不路不死溫泉旅館 其實這個地方 很受日本人當地歡迎 我們後面其實有巴士 就是送一些來入閨的旅客 是整車的 很多Auntie 都知道不路不死 其實很特別的這個名字 只有這間溫泉旅館 即是最近來說 最特別的就是 一個露天風雷的日落時間 是非常之美的 如果好天的話 可惜今天不好天 它都是比較舊式的溫泉旅館 所以它是有男女混浴 又或者是女士專用的 女生進去混浴 可以穿酒店專用的打底 如果日龜的遊客就需要付錢去買 我們又繼續展開東西 浸到脫皮之旅 我們大概12點半來到這間酒店 已經被我們12點50分進來這間房 其實在日本酒店來說 非常非常少見 多數都是會叫你 3點確認準時才會給你房 這間是很值得賺 而且價錢這麼便宜 比我們多住差不多2個小時 真的很好 這間的名字很棒 叫做北老北四溫泉 我們現在開始居住 我們這間房 就是最傳統的和式房 房的數目很多 它也有和式和洋式 我們這次就住和式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住了洋式 然後我們的房 包一泊兩食 價錢是29700日 這間也是一間很受歡迎的酒店 所以它也比較難預約 而且很多很多日本當地人 會專程過來住一間溫泉旅館 建議在官網預約會比較好一些 但我很幸運 在大概3個星期前 就等到一個禁止的位置 有得過來住 我已經覺得很開心 一開門已經是圓關位 而且會見到廁所 這裡就有個洗手盆 也是比較普通的免治廁所 不是高級那種 我們為什麼叫它 傳統一點的和式 因為這裡是沒有浴室的 所以大家要洗澡的話 一定要去大浴場 你進來就是主餾室 一眼看完 由天花板到地下的泡泡咪 都感受到 都是比較舊式的溫泉旅館 怎麼大的翻身 我們這間是無煙房 那泡泡咪或其他東西 都沒有發出一些染味 但至少都是有冷氣的 不過這個是中央冷氣 所以看看它設定的溫度是多少 這裡有一張牆桌 很棒啊 有個筆字 這個logo也是 筆老筆死的一個代表 幸好不是那個死字 這個位置也是 溫泉旅館經常都見到的 就是廣原 其實一個位置會獨立在 塔拉咪外面的 就讓大家可能坐在那裡 看看風景的 就是喝茶他條的一個位置 傳統舊式的溫泉旅館 一定會有廣原 這間房間也比較有年代感 一些明顯地感受到這些木質 是有使用感的 海非常之近 就好像在一個懸崖邊 我們現在就是住在一樓 和Lobby是同層的 那出去其實就看到草地 那對著的景就是海景 現在最外面有一點點藍天 這裡就會有個mini bar 雪櫃 芝麻開門 不老不死毛巾 這些溫泉袋 浴衣 是個人護理用品 瘋狂都在這裡 我們做完Road Tour之後 和大家一起走一趟 這間溫泉旅館 它也很大 我們現在去到我們本館的Lobby 因為旁邊有一間手信店 我們走一圈 都要賣清心軟 比較出名的土產 又或者是有些食物 還有清潔 或者不老不死的T-shirt 毛巾等等 感覺到有歷史感的溫泉旅館 這邊有大量的自動販賣機 我們現在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新館的大浴場 新館大浴場有分藍湯和女湯 其實裡面應該會有一些露天風淚 還有室內的大浴場 這邊會看到一些很高級的按摩椅 一看就知道是很棒的 然後有些位置可以坐一下 順帶一提 其實這個周圍是比較荒謬一些 便利店或者超級市場 是完全不會看到的 所以有些人可能來 可以吃完午餐 它不會有溫泉商店街 其實我們一路走這條走廊 已經看到外面的露天風淚 不過那條路其實挺遠的 都會看到一些人在那裡浸 免得拍攝 我剛才說的 如果天氣不好的時候 可能就會關掉 可能因為怕被雷劈到 但現在可能天氣已經好些 有一點點藍天 所以它就重新開了 也不肯定 我們現在要看看 大家都看到是很舊式的 好像阿咪所說 好像公室 在那裡沿途 即在那裡看這些露天風淚的時候 發現了也有不少日歸人 真的有十個人一起過來浸 但有一點要提醒大家 日歸的話 其實是看不到日落的景 因為日歸時間到4點就完了 那就比較可惜一些 如果在那裡待會的話 就可以浸了日落時段 不要浪費了它 晚上是不開的 大家早安 我們馬上就參加了酒店的青池tour tour 其實酒店有兩輛車 載到你的行李 先去青池 之後它就要問你 你的反卻點在哪裏 所以它就順便帶你行李 就會去那個站 現在有個導遊 Hi こんにちは 我們今次就拜託它 它懂少許英文 聽少許日文 它就會說 全程一個小時 現在繼續走 去青池的方向 青池距離剛才巴士站 真的很近 大概5至10分鐘 我們慢慢走過來 然後你看到整個池 就是藍色 青這個顏色 在日文來說 其實代表是藍的意思 幸好我們今天來了 昨天天氣極差 下了大雨 雖然今天 都是濕濕的 它如果有陽光 那一陣來看 它是更加漂亮 好像寶石一樣 會反光 它這個青池 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很深 它有9米深 還有它四季的景色 都會不同 其實今天我們是來行山的 我們現在看完青池 上去下一個池 Kuma Kuma Kuai 最簡單去青池的方法就是這樣 這個京酒店的旅程 每位3300日圓 就會有一位在這裡 就一個人負責我們兩個 不過自己過去 其實是挺麻煩的 撞正的時間 JR的時間 以及巴士的時間 因為JR去青池最近的站 就叫做十二湖站 那站就會有巴士可以去到青池 但巴士是非常疏的 我想大概1小時去一班 然後JR大概是2小時去一班 而且它的時間和JR其實不太合適 我都會比較建議 其實參加酒店的旅程是會好一些 它有幾個不同的選擇 它有兩個小時 四個小時 六個小時 我們自己就會選擇兩個小時 如果大家是官網預約的話 其實它有得選擇 已經有得馬上訂購 那個站附近其實完全沒有東西走 只有一個遊客中心 其實以我所知 去到11月中 即下雪的時候 雪櫃就已經沒有巴士 我們去到青池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圍著一個固定的路線走一圈 那也是大家經常會走的路線 那一圈大概1小時左右 除了它的池之外 其他自然的東西 譬如樹木的種類 或者其他特別的植物 其實過到去最主要是看兩個池 第一個池就叫青池 這是過到去最主要的目的 青池過到去 你會看到是很藍 我曾經以為那是藍可能拍照的效果 但其實你肉眼看上去 其實都是一樣的藍 我覺得那顏色是一種很夢幻的顏色 可能相機都拍不到出來 因為是閃閃亮亮的 我覺得是有少少像寶石 一塊很大顆的寶石的感覺 是很亮很藍 而那隻藍是很有層次的藍 青池那位其實是有個觀望台 也有兩層 我覺得高一點去看是更加全面的 還有我們今天去到 剛巧是很少人 好像全場都是我們 好像包了一個場感 而且那個地方也不會留很久 大概連拍照10分鐘左右 其實途中都會遇到幾個池 那幾個池有些是比較綠色的 有些是藍色的 有些是藍色的 很多都是樹的反射 其中一個都比較特別的池 就叫廢戶之池 那個池都是藍色一些 不過是淺一些 我覺得青池是比較漂亮的 一早去到行傘 整個感覺都不錯 吸收了這些大自然的安多芬 我們就說回我們昨天所住的 不老不死溫泉旅館 先說食物 她的晚餐和早餐都是自助餐 但晚餐的自助餐就有限時 每一位就90分鐘 大概有四五張桌 也有海鮮、炸物、牛肉、豬肉、雞肉 或者甜品、夜飲 也會有酒精的放題 好像都是1980日圓一位 喝喝清酒、啤酒、白酒、紅酒等等 她的主力賣點就是海鮮 特別是壽司、刺身等等 她特別刺身 她因為這個位置叫Sumple Sumple 其實她的吞拿魚 是會經過Sumple 然後去到大間那個地方 大間也是一個吞拿魚的城地 我們遲些都會過去看看 她這個自助餐 她就會有很多不同的海鮮刺身 她會蝦、吞拿魚、絲魚等等 大家如果很喜歡吃海鮮的話 一定會喜歡這個自助餐 她是比我想像之中更加好 至於它的熱食 好像是燒果橙牛、燒豬肉、雞肉、天婦羅 又或者是其他淋淋種種 譬如炒麵、魚子湯等等 都正常水平 魚生湯最特別是 它會有大量的沙文魚子 但是魚子是比飯更加之多 吃得很滿足 吃到那麼多海鮮類的食物 特別是天婦羅的質素都不錯 它是有蝦天婦羅、鮑魚天婦羅 炸得非常好 它不會很厚 至於甜品就比較弱一些 譬如Tiramisu 又或者是巧克力蛋糕 味道都是一般一些 還有一個是北海道的牛奶寶甸 我們自己私心最喜歡喝 就是來得清心願 然後喝它的蘋果汁 真的很好喝 它的蘋果的副產品很好吃 每人喝都三杯 因為真的實在太好喝 它的質素就是 就像我們平時在超級市場買一瓶瓶 六、七十元一瓶的蘋果汁 那種質素 哇 很好喝 我覺得這次的自助餐 對於我來說 是超出我的期望 因為它始終都不算很貴 那三萬一一晚 即是大約1600港幣 包一婆兩食 一個這麼漂亮的溫泉 當然它的房間 就真的是一般 房間就不算很好 至於它的早餐都是自助餐 不過是超級普通的 千萬不要有太大的期望 由昨日的可能五張桌子 變成兩張半桌子 大部份都是一些腸製煙肉 植物 蛋等等 種類是比較少一些的 不老不死溫泉 最重要的重點 不是食物 當然是溫泉 一個就是最出名的露天浴場 就是看到一個日落的 就是海邊的 那個是最美的 第二個就是走去露天風裡的時候 旁邊都有主管的大浴場 那個就是比較普通的 它都是看海景的 第三個就是我們住的附近 叫新管大浴場 那個裡面有三個不同的詞 它有露天 室內也有兩個不同的詞 有一個是按摩詞 先說了 最受歡迎的露天風裡 露天風裡我覺得是非常漂亮的 就算我們不太幸運 因為天氣不好 我們其實就看不到鹹蛋黃 慢慢下來那一下 只看到一些耶穌光 比較黑 就這樣它的環境之下 其實已經是很漂亮了 而它那隻船的質地 它聞不到柳黃味 反而是很重的鐵味 是有一種鐵瘦的味道 而且一看下去 其實是深啡色 它有點像有馬溫泉的泉色 一踩進去的溫泉已經很熱了 我的池只是鋁湯 我就沒有去混浴那一邊 但是那些女生一踩進去 全部都是很熱啊 這樣說 然後才慢慢浸泡整個人 浸一會 之後可能上來 你已經明顯地感受到你的肌膚 已經經過了很快的新陳代謝 這樣就很滑 我一出來就看到阿May 是全面濕了 是流汗 焗桑蘭的狀態 即使它的位置這麼偏遠 也只有這個溫泉酒店 也有很多日龜的人會來浸 同時它也是一個重鹽份的溫泉 你不小心舔到的話 其實它是鹹鹹的 而浸進去之後 基本上是不會看到你的身體 因為它的顏色都很深色 那混浴呢 就比較正對日落的位置 那其實都幾多日本的女人會進來的 大部分都是年紀比較大 而且全部都會穿了一個溫泉底衣 其實男人都有溫泉褲可以穿的 但是日本人就是一半一半有穿的 這些是酒店專用的 那而混浴那邊的溫泉是比較漂亮的 因為它是葫蘆形很特別 而鋁湯那邊就是純粹一個圓形 同時其實我覺得都幾多人一起浸一下 好像大家圓形一起等日落 多搞笑 這個溫泉也是我浸過之中最多人的溫泉 除了市中心那些之外 那也有些人會形容這個叫野翠溫泉 其實都會有兩個男女湯的溫泉 是室內的 這兩個都是會看到日落的 它裡面的裝修是比較舊式的溫泉 我覺得這個不是很特別的 距離海邊都是比較遠一些 也沒有看得那麼清楚 新的大浴巢裡面有三個不同的尺 裡面有一個露天風呂就是正正對著最混浴的尺 那大家看看圖應該就會明白了 室內有兩款尺 一款就是透明尺 另一款也是啡色的尺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一間是值得入泥的 如果大家自駕遊會去清池 會搭那些沽安列車的話 都很適合過來這邊住 因為都很順路一下 這些天氣已經開始逐漸適合浸溫泉了 脫離了夏天很熱 浸下去浸不到五分鐘的感覺 好開心 現在其實都已經搭回來我們這一個站 那我們為什麼會又回來這個VSBA 春山站 就是因為我們將會搭一個觀光列車 如果鐵路迷的話一定會聽五輪線 是由這個秋田的東輪代站 就會直接經過海邊這樣搭到清深的雲泉站 這條線是一個很出名的海邊的列車線 所以它都會有些觀光列車 觀光列車要預約的方法都不難的 如果用JR東日本PASS 就可以直接在他們的訂票網站 直接預約就可以了 如果用JR全國PASS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他們JROffice的櫈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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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已經在新清深 我們剛才已經搭了一個觀光列車 這個觀光列車比我想像之中漂亮很多 我們就犯了一個錯誤 其實如果大家是向著清深方向的話 記得要預約左手邊 因為左手邊才是看著海的 如果大家是去著秋田方向的話 那就是預約右手邊 才會看到海景的 我們這次就預約了另一個方向 因為我們在JR count的時候 忘了說要預約那個位置 其實坐左邊就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是對著海的 很漂亮 我們完全沉迷了一個景色裡面 它不同的車廂其實都有不同的奢華程度 譬如三舖車廂 它有一邊就是巴桌 另一邊就是單邊 完全看著海景 二號車廂就是一個包廂 你就可以預約四人位 中間有一張桌 但很多日本人在那裡吃東西 同時這個一旁 其實有一個是無人的 類似便利店 一個小小的corner 大家可以買飲品 買手信等等 亦都有一點點餅乾 然後一號 它也是二位 車頭空間的位置 會有一點點表現 大概15分鐘左右 就會有一些專人在彈 一些很特色的清心的 看上去好像結他那樣的東西 亦都是這樣彈的 但就是古色古香版的結他 真的類似這些東西 形容一下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 隔天三個小時 終於來到清心站 我們一月的時候 都猜到有一天會回來這個站 果然在十月份回來 這次我們不是去清心玩 我們就是轉車 好 我們今集溫泉之旅 就要遠結了 好正 終於都可以瘋狂浸到脫皮之旅 太爽了 天氣終於變回涼人一點了 我們今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喜歡的話 一定要記得 C-S-C-Like和C-S-S-U-C-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 Channel 開啟鐘仔唱才看 謝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